各位麥迷老友好,又是我Candy雷文 跟大家吃一下馬場花生 因為11號才跑馬 今天跟大家開包花生吃一下 很難得的日子 因為什麼原因呢? 不知道是不是有潘大哥潘七先生 向小組申請假期 大家都知道小組都很小罰潘頓停賽 不知道是否有潘頓說 我想早些放假 不如停我兩天 等我跟老婆子女出去玩一下 竟然潘頓在季尾的時候停兩天 最後兩天 包括沙田最拉末的11號賽事 以及下週三的賽事 都見不到我們的潘頓 沒有了我們的潘頓 究竟騎士的陣容會不會有什麼改變呢? 雷神、瘋狂就不用說了 就算潘頓在那裡的話 都是追都沒得追的 既然是這樣 都有些數據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蔡若翰雖然現在好像是落後 方仔白牆頭馬 但是呢 就看數字來講 和出馬的陣容 都好像沒得追 但是方仔呢 好像也不太給一些機會 被一些不可能的情況 竟然可能發生 蔡若翰其實今天 11號出的戰馬 陣容都很頂盛 因為呢 就算是拿不到冠軍 蔡若翰呢 就是7月10日就會生日 看看會不會有生日的賀秀馬 再加上 雷神兩場杯賽 亦都跟蔡若翰合作 包括上次在雷文時前Live 和大家看試集 覺得很美的幸運快車 又出來再爭 今天雷文量其他馬的時候 都有見過幸運快車 果貨集 可能在事前Live 和大家研究一下 至於上次雷文 給中樂滿冠 和明晉之星那天 那樂滿冠今天都會再出 十幾倍贏了 但是上次雷文 再給那隻明晉之星 之前 下雨有一次 贏得很遠 跟大家說 那天真的下雨 但是去到較尾的時間 那隻明晉之星 就輸了給很好學習 因為那時候就停了雨 今次這兩隻 阿塞神仙生日的時候出來 杯賽派這兩隻上陣 看看雷神會不會 就有些東西送給阿塞神仙 拿不到冠軍 那都做一塊肉水膠布 給阿塞神仙 先享受一下 那看看 另外呢 阿塞在有兩隻質身馬 好像風火戰區 好像今次拉程 跑到千四 至於神之水滴 升了三班 兩次 都是跑到PACE 剛剛輸給樂滿冠 那一場 繼續都是對著樂滿冠 這些這樣的馬 看看阿塞神仙 會不會 生日有蛋糕 吃一下 就是這樣 那講開雷神的數據 其實雷神呢 就近這六季呢 在沙田的薩科日呢 也都試過 真是很厲害的成績 當時當然 潘頓是未停賽的啦 即是六季裏 六季的數據 那我曾經拿過五win四匹 即是最好成績的一季 而最差的一季呢 都有兩win兩匹的喔 即是 逢是 沙田薩科那天呢 都有這樣的成績 看看他呢 會不會在 潘頓不在的之下 可以再創到佳職了 至於潘頓停賽的關係 我們阿三哥田泰安呢 有沒有異攤執下呢 阿田雞有個搏咪訪問 看看阿田雞說什麼 因為呢 阿田雞又說 阿潘頓雖然是停賽 但是我那些座騎 其實一早就已經是 預訂的了 預訂的了 即是 不是說臨時拉夫的 他說呢 所有座騎都已經 預訂了 包括今次的星期日的賽事 以及下個星期三的賽事 一早已經預訂了 所以阿潘頓呢 就 不得閒騎的馬呢 我都撿不到他 二攤的哈 看看阿田泰安呢 既然這兩天都一早預訂了 那些戰區的 看看會不會呢 就 好似阿田雞說齋 那 經常都預計有八十多場頭馬的呢 現在只有七十多場而已 看看是不是呢 真是他自己所說的 貴味特階 那 既然是這樣的 那都有點搏咪 跟大家說說他今期的戰馬先啦 那 他說呢 出自 高東尼馬房呢 這一隻這樣的帳俠啦 那 看回跑第十一場的帳俠啦 那 其實呢 這一隻馬在一月贏過馬之後呢 一路都交不到頭馬 但是一路都交到很好的成績喔 那 交不到頭馬的之後呢 但是都可以拿到兩亞兩貴啦 那 今次呢 就要升上三班 面對一些三班的對手喔 那 看一下田泰安 怎麼看這隻帳俠呢 上三班呢 那 他說呢 其實上三班呢 反而可能有機會為這隻帳俠呢 是取得奪破的喔 他說 現在這隻帳俠是四歲仔啦 其實呢 表現來計呢 帳俠是比較準成的一隻馬的 那 有一場我覺得 雷文說 他進來不了 都是雷神那些 詠春手啦 那 他說呢 再交不到頭馬呢 只不過是陣上呢 遇到一些祭遇啊 或者是對手呢 才會再拿不到頭馬的 他說 早前啊 遇到呢 又再 即是 遇到有一隻馬呢 就可以呢 再出再拿兩場頭馬的大眾開心 剛剛才就贏一場而已 他說最近 遇完大眾開心之後呢 又遇到一隻呢 又遇到一隻呢 今天有出賽的 他說這隻呢 是一隻高質馬來的喔 哈 他竟然說到呢 他竟然說到呢 那隻叫做賀賢的熊熊 哈 他說呢 那隻帳俠呢 又遇到大眾開心之後呢 又遇到那隻呢 高質啦 又輕綁的熊熊啦 他說呢 自己再加上帳俠的體型又不是大隻啦 整天都要背到一百三十磅 或以上呢 去對著這些大眾開心啊 熊熊這些這樣的馬呢 其實呢 可能的重磅呢 會對帳俠構成到影響的 他說今次啦 反而升了上三班的帳俠呢 一減到一一七磅就出賽呢 或者呢 會對這隻四歲的帳俠不夠大隻啦 會令他跑得更好的水準 希望到時呢 帳俠可以起步順利啊 那跑馬呢 真是千軍一發啊 是吧 那好像勒紋入閘一樣啦 是吧 最重要是順利起步先 那接著呢 放在前面先 那希望可以發揮到帳俠的應有實力呢 去爭取呢 今季他的帳俠第二場頭馬啦 撥咪講十一場 不小心講了九場的熊熊呢 在田泰安的心中呢 他說是一隻高質馬來的啊 帳俠背到一一七磅 上三班呢 可能對他呢 就這隻四歲仔 體型單薄一點的馬呢 可不可以有個更好的發揮 去爭取他的第二場頭馬 那既然啊 田雞身體這麼好的啦 撥咪就怎麼只撥一隻這麼簡單啦 那講到呢 蔡若翰今天說 7月10號就生日啦 跑就跑11號喔 那看一下呢 蔡若翰又生日 田雞呢 又沒有了潘頓在這裏 還說那些座騎呢 就已經呢 是一組訂定了啦 那講到第八場啦 那這一場沙田的一里錦標呢 那蔡神仙呢 就派了幸運快車啦 那以及呢 這隻聖德精彩啦 兩隻馬就上陣的喔 那田雞呢 就是騎著啊 蔡神仙呢 其中一隻叫聖德精彩的 那大家都記得啦 今季呢 這一隻聖德精彩 唯一一場頭馬呢 也是由田雞上陣的 那這次田雞呢 又爬到聖德精彩那裏 而上次這隻聖德精彩呢 提下 雖然說跑過第三回來啦 但是呢 跑頭馬的 是一隻叫達心星 和顯心星 當日阿方仔呢 勁得不得了 啪啪聲呢 人家要串馬防Q的嘛 那不如說一下這一次田雞的聖德精彩 他怎麼看他的機會呢 他說呢 其實上張呢 這隻聖德精彩的表演呢 已經是很出色的啦 他說呢 跑到個第三回來 那雖然說叫做第三啦 大哥 你們自己想一下啦 一隻就叫達心星啊 一隻就叫顯心星啊 他說所以呢 算起來呢 這個第三呢 他自己都 即是他認為呢 這個成績已經是很好的啦 他說呢 今次呢 就跑來這一場 沙田一里錦標呢 跑一千六米呢 都是聖德精彩呢 這支槍的射程範圍來的嘛 那田雞呢 好像度過了同場對手 那樣說啊 他說呢 對手看起來呢 都沒有那些超班馬 超級東西在那裡啦 希望聖德精彩呢 可以克服到133磅的壓力呢 他說呢 就有機會呢 就跑得更加近啦 那麼大家都知道啦 這一隻聖德精彩的賽職呢 其實是大部分今季的情況之下呢 都是跑緊吸濟賽的哈 那麼跑一班賽呢 只是跑過兩次的而已 除了季初跑千二熱身那場呢 輸兩個領馬位跑第六啦 另外在季中呢 有一場千四呢 就跑第九 不是 有一場千六呢 就跑第三的 那麼 就這兩場呢 就是跑一班賽的 那麼當日跑第三的時候呢 輸給的馬呢 就叫做家應精英 就是又是吸濟馬啦 幸福笑容 就是又是吸濟馬啦 那麼就看看這一次呢 田泰安說這次 下回來一班 但是要揹一三三磅的呢 那麼田雞華有什麼機會這樣說呢 他說是有機會呢 聖德精彩呢 是會比上次走得更加接近的 是田雞說的 那麼就看看這一場聖德精彩的機會 可不可以餘啊 田雞就所說了 那麼至於呢 田雞真的身體不錯的啦 是不是呀 老婆又夠高啦 又夠靚啦 那麼他一搏下去呢 就搏了第九場呢 今天出自文家良馬房 那隻叫做都柏明驅的馬 那麼昨天雷文已經出了一條呢 就是關乎都柏明驅的玉城賽馬系列 那麼各位如果收不到Youtube的推播的話呢 那麼想聽一下雷文怎麼看這隻都柏明驅的成長過程呢 那麼可以進去雷文的頻道啦 影片果欄啦 那麼Youtube沒有推播 而各位又想聽些賽馬消息的 那麼其實雷文差不多每日 總之有馬跑呢 是每日都有片出的 那麼可以自己進來雷文的頻道啦 就是好像回家打開個雪櫃一樣 看看當日的雪櫃裡面有些什麼吃 有些什麼喝 那麼雷文每日都有片出的 那麼關乎跑第九場文家良 這一隻都柏明驅呢 他說他認為呢 上場隻馬呢 雖然說輸馬回來跑過第二啊 喂大哥 大哥你們自己想一下啦 那麼那隻叫做大雄鋒啦 他說呢 就輸給大雄鋒呢 其實已經是一隻衰敗游榮的第二位回來的 他說隔了三個禮拜 那麼都柏明驅呢 又再出賽啦 那麼再端住呢 就是沙田千二米這個路程啊 那麼田雞也都好像呢 研究過了些牌位那樣的 他說對手當中呢 跑這個路程 跑得好的馬呢 都有幾多的話 那麼殷德利文都看過 晚一點可能就會出這一場馬的 全場的局勢報酬分析啦 他說其實跑這場馬呢 在這個路程跑得好的對手呢 真是不少啊 但是呢田泰安就說 他說文家良馬房這隻都柏明驅呢 現在狀態呢 是好像淘寶買東西那樣的 給個讚他的 希望呢 就 這隻都柏明驅呢 阿田雞認為呢 有信心他可以再跑出水準的 希望可以走到前列回來這樣說 田雞一早也是說 預訂的座騎的 那麼他也都分析了 那十一號呢 那十一號呢 他有三匹的座騎的機會 那麼 那帳俠 升上三班 希望呢 輕榜之理呢 爭取第二場頭馬 聖德精彩 蔡若翰出一隊的 田雞就騎了聖德精彩 那麼雷神呢 就是騎了幸運快車 那麼 那麗文都要在試集那裏呢 就看過 行運快車那貨集的話 那麼看一下呢 雷神 不是 看一下呢 田雞騎這一隻 這樣的聖德精彩跑八場呢 他說可以呢 就走得更加接近了 那麼田雞就說呢 跑第九場的 都柏明驅呢 對手準成的嘛 都有的 希望呢 都柏明驅憑著出色的狀態呢 可以走入前列的名次回來 那麗文呢 那麗文呢 就 那麗文呢 和大家在這裏 吹馬呢 都吹了一季啦 那麗文呢 就 祝福各位呢 就是可以呢 就贏馬而回 個個開心的暑假啦